就几乎每天都会在这两区 熟练将货架铺满 仔细清点每件商品数量 二十多岁的阿诚和阿阳 患有轻度自闭 如今在卖场天地 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如何面对客人 还有就是理货 不会的东西我会去询问 他们也会回答我怎么去做 也会慢慢教导 以前不会都可以学到 他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种特质 很快就进入状况 而且能够独当一面 就是一个梦想 到处都有他的诚意 他又不怕他打 商品不过的技巧 顾客礼仪 因为同事他们比较好相处 我一般他们都会立即回答 所以也不要摸着说 这个新品到底要放更多 本身他比较内练 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还要再短 把他所被交付的任务完成 做得很棒 甚至还超出我们所预期 可以由我们店做起 我们还有其他的分店 未来有机会跟这些伙伴们 配合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冰冻三尺灰一日站 自闭症的这些 经过长期的训练跟培养 他对周遭的环境 他的主管 他有一定的认识以后 就会容易沟通 或者能够去改变他 一些固着的思维 包括植物在设计 包括技能养的 身心障碍者职崖奋斗之路 为自己拆除负面标签 翻转大众刻板印象 更为自己翻转人生 达新闻 吴亦轩 陈立伟 高雄报道